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上 好 张德尔 上 王真平 上 郭东伙 上 王普莱 上 出彩 上 都给我听得好 蒋介石的队伍就是狗日的伯匪 他们打来了 出外共和国还有红军要暂时从最近撤离 是在此 干什么 不许乱 你们这些人过过最大过急 对红军 对熟区 对牢不兴 犯下了不可饶寿的罪行 走法素外政府决定 现在 离击 实行 成决 看到了 好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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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去的你们 已经死过去了 从现在开始 你们要好好 重新做人 虽说你们过过最大祸体 全都该死 但是 总化苏维埃政府 还是决定 释放你们 给你们第二次生命 你说 从今天开始 你们全都活在你们的 下辈子里了 希望你们 再这一辈子里 不要再以红军为敌 不要再以 辛苦老百姓为敌 不要以为 我们红军 就不回来了 我们红军 一定会回来 你们 都给我记住了 我把话放到这儿 如果有人 胆敢再投靠伯匪 气压红军下手 我总是把阻斗阻斗 等我回来的时候 一定要强陪他 二辈子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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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不要不要 不要 爹 爹 这一家子 这一家子当孙军 你生死的应该更多 就是 你和狗子的就是这个样子 老子刚要发娘就感慨 就摆老子的心 爹 我自来过了 来就来了吧 前一家子的人都欠他呢 又然啊 我们走了 你知道我 犯了半辈子的官府 犯了半辈子的失道 总算是等来了红军 那红军来的那一天起 我 还有儿子们 就生是红军的人 死是红军的鬼 你就在这儿 好好地等着我们 打完了伯狗子 我们就回来 到时候把这坟 好好给你修一修 啊 给你们娘 少止磕头 好了 都起来吧 我们一起 给你的娘 行个军礼 请礼 礼毕 让你们行军礼 是要你们莫忘记咯 现在 咱们一家五口 都是红军 是为受苦人打仗 拼命了红军 你们的娘 就是受苦最多最多的人 为了受苦人 你们要好好打仗 好好当红军 我们都在一个军团 你们两个要是不冲在最前面 哪个当了老总不到一袋子沿着工夫 我可就晓得了 到时候我管我做个爹 不认老总儿子 听见了毛佑 是 师傅 你们出来 师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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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快出来 你要不出来 我就不走 你媳妇灰脸 你也不走 我们不是我们一起去 又去找老师的麻烦了 别了 你们回部队去吧 我就和他说道说道 是 是 快跑 来 爹 爹 我给你做了双鞋子 你就摸做鞋子喽 老大呀 你琢磨点正经实行 好好练练 投蛋练练 打枪 摸做鞋子喽 我走了爹 你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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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不是不让你去当红俊 你要走就走 你 你从这儿圆着房吧 我们先走看 去 你给我留个绳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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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老秦哪 我说你什么好嘞 我跟你讲过了 不要建议这头姜驴子 不要让他耽误了惠莲一辈子 亲家 我们是红军 不害人 要是让他娶了惠莲 那就是嗨了惠莲 钟师傅 我一回我都听你的这回 我说啥也不听你的 我要替我的闺女做回主 老秦 你别说了 惠莲 你嗨 到前面去嗨 去嗨 司法弟弟 你出来吧 大声的喊 司法弟弟 你出来吧 惠莲姐 对不起 找个好人家了吗 惠莲姐 对不起 找个好人家了吗 说什么 惠莲姐 对不起 对不起 找个好人家了吗 来 来 桂林姐 对不起 老公好了你家了 司空 老师 来 来 来 给 给 试空 这鞋子拿去 老师 够用事情的 不是才对句 你不穿 我老子穿 报告 我说老忠 看来我要重新给你强调一门纪律是不是 要想活下去 要想成为一名合格的红军战士 这第一条就是纪律 纪律 还是纪律 连长 你这话我就不爱听了 别的我不敢讲 这个几率我老忠可从来毛有违反过 不要讲什么成为一个活果的红军战士 我就是一个活果的红军战士 赶快入列 是 连长 这两边都是人 我到哪边去啊 这边 那边是赶死队 明白 老忠 那边是赶死队 我就是赶死队员 老忠 你年纪大了 没有必要非在赶死队待着 这边人多 有个啥事相互邀有个照应不是 这边是赶死队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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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这边是赶死队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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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转移到两百公里以外 到时候 会有其他部队的同志 把他们接走 我就搞不明白 为什么不能把这些娃娃留在追击里 就是因为他们是红军的孩子 如果要是让白匪知道 他们肯定活不下去 老公 请你不要轻视这一次的日子 为了这些孩子 咱们就是全都死了 都知道 是 哭了 你这个老同志 怎么两个孩子都不会抱 你讲的就不对 一 我毛友那么老 第二 你讲对喽 老子抱了一辈子枪 就是毛友抱过娃娃 黄特 你也有啦 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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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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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人都到齐了 现在我开始传达军团长亲自下的命令 你们是红军 也是父亲 你们的儿子也是红军 现在通知你们 你们的儿子在各队的部队都参加了干涉队 我家老二带眼睛了够 他也参加了 不过军团长命令 你们要找到你们的儿子 最少带回来一个 带回来之后 向相对安全的中央纵队靠拢 这是军团长下的命令 我看这是胡杜丹下的命令 这就是军团长亲自下的命令 军团长不是军团长下的命令吗 好啊 那你就让军团长命令他们 从干涉队出来吧 我不去 命令已经下过 可是你们的儿子 没有一个从干涉队里出来 所以军团长说 请我们帮帮忙 最少带一个儿子到中央纵队 这叫什么事 你们讲这叫什么事吗 大家考虑清楚了吗 我们不说命令 不说命令 我说你们这些人 怎么这么不坚定 又你们这个样子 怎么过命 怎么杀伯狗子 老总 怎么下命令 我就怎么完成 这就就坚定 你这是狡辩 和连死都不敢死 可叫坚定 再说了 当赶死队员 也不一定要死嘛 你看我 五十番位要 老子当了七次赶死队员 刚刚我还在当赶死队员 沈丹墨 你可我不是活得好好的 那是从前 而现在 蒋介石调集了一百万军队 来消灭我们 直接负责进攻红军的 有五十万人 我可以告诉你 从现在开始 我们每一个人 都有可能流干身上的血 后来的同志 再踩在战友的尸体上 才能前进一小步 干死队 就是帮助我们前进 这一小步最关键的力量 如果说以前的干死队员 不见得一定会死 但是 从现在开始 干死队员 必死 必死 必死就必死 我钟家的家伙 只有一句话 神是红军的人 死是红军的鬼 你果然很难被说 还真被人说出来 咋过 是哪个在背后 叫我的小片子 一个湖南人 中华苏维埃政府主席 你是 你是说 毛主席 他在哪儿 他刚在一栋出发 天黑之前 我们才接到他 军团长下命令的时候 他就在身边 他说 你是他的老朋友 去年三月 他在苏区做农业调查的时候 你负责过他的警卫 他知道你的脾气 不过 他还是让我给你带一句话 听命令 带一个儿子到中央中队 给自己留个厚目 也给红军留个厚目 他竟然还记得 过去啊 现在的红军 不是他的指挥啊 我想好了 执行命令 不是 我到哪里去找 我在寄过儿子呢 据我所知 你的大儿子中一发同志 在巴士里外的灵备镇 去吧 E-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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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不准备 爹 爹 爹 你怎么来了 我该当你爹 你太远出息了 再生 往蓝面跑 把别定时高 快 走 反正 将你往蓝跑 兽崽子拉 那边是蓝的 好 这边 快 走 把我们 快 快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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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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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跟老子 拒绘一下 全家两下解决 我看你 那些人 那些人 好 那些人 老子叫你 这些人 这些人 老子 小心 那你 千万 老子 来 老二 你这是什么 收音机 收音机 我听说收音机 能放曲子 还能听蒋盖世讲话 你放一放 我听的蒋盖世是怎么讲话的 爹 坏了 这么巧 刚坏了 我说 你怎么和一帮娃娃们待在一起 红军保育院吗 不是 是红军学校 红军第二学校 我要教他们认字算算数 别冒枪了 跟我走 去中央总队 为啥 教理早已去走 我问了 走 爹 别动 他不能走 爹 他不能走 为什么 我告诉你 我执行的是军团长的命令 就算是军团长 你无缺带他走 我他娘都回扯了 他军团长都带不走他 你以为你是谁啊 你以为他是谁啊 我四个儿子 定是他做毛用 我不带走他 带走谁啊 爹 老二啊 你拍拍自己的良心 好好想一想 你跟你的郭郭弟弟匹匹 跑步投弹打枪 你哪点比得过他们 眼睛一丢 头都找不到了 我不带走你带走谁啊 爹 我就不明白 我为啥就非要走不可 领导心疼我 说我四个儿子都进了干死队 非要我带走一过 我也不怕伤你的心 你瘦死死比不了 你的郭郭弟弟吗 现在还叫认资算算数 现在是认资算算数的时候吗 爹 我不能走 金正刚才也说了 这个红军学校 过去确实归红三军团领导 可是又从昨天开始 他已经直输红军总司令部了 狗子的你还翻了天了 老子说走就得走 走 先生 借过我的枪法 先生 你不能开枪 你可以打死我 不能打他 他是我爹 等一下 对不起 老二啊 你要是真有他的那个身手 我就让你留下了 爹啊 他没有吓唬你 他真有权打死我 你把狗子子活起活来偏老子吧 我就不信 你不是不怕死吗 你不是敢死队吗 要再打 敢死队员 要死他值得去死的地方 还有理 你 想法好有什么用 有本事的 去对付伯狗子 想打死战友就打死战友 想什么 不要给红军丢脸了 爹 我们该出发了 老二 你个狗子的 来 大虎啊 叫鱼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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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嘴巴里在念叨什么 像蚊子叫一样 你们这支队伍就是像叫娃娃认字那么简单 是啊 爹 对同意来说 打仗重要 学习同样重要 我怎么总是觉得 你们这些人怪怪的 哪里怪我也讲不清 但是有一点我看出来 都是些谋什么用的人 你这是要往哪里走啊 去一个叫齐鲁山的镇子 到那会有部队接应我们 你看看 还说部队接应吧 你们这一锅锅的接应了 你们还能干什么 不是给部队添麻烦吗 还这么说 让你给抽到算数提 行 学员们 来 过来 都听好了啊 红军每天行军五十里 白匪每天也行军五十里 红军在白匪的前方四十里 问 白匪几天能追上红军 我还要说 我还没有说 我还没说 你看里头说的这是什么 他说的这是什么 宋教员 我算出来了 我也算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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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天 白匪 我胡扯了 搞什么命堂 红军每天只行军五十里吗 不够自行军五十里 红军就走上一百里 不就打了他的伏击了吗 爹 你别这样 我们这在学习 这是红军课堂 请问咱们的部队吗 没有 怎么办 上级既然说了 有队伍来接应我们 就一定会派人来的 估计是遇到什么麻烦了 这样 咱们先休整 等一晚上 如果早晨还不来的话 我们就去找他们 还有 上课不能停 受伤的丢下来休息 没受伤的 先和以前 接着上课 所有的学员 都跟我过来 快 来 你先慢走 拍了一个狗似的 你这是拿我当歪人了 你说吧 跟不跟我走 我不能跟你走 我告诉你 你要跟你爹走 不然 我在毛主席 在军团队上 你下不了台 爹 你从哥哥地里 挑一个带回去吧 我已经跟你说过了 从昨天开始 红军学校 已经直属红军司令部了 军团队长 已经无权对我下命了 吹 吹 你就吹吧 你 军团长的无权命令你 你说你睁眼瞎一过 搞什么赶死队 我敢问你 中二发通知 你到哪里去拼死 爹 战壕里阵地上 需要赶死队 还有一些地方 也需要赶死队 这狗子的 老得还不信 站住 回去进去 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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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八一六 八八一六 五七三二 八九三二 幽灵幽鸡 好歹的 加油 放下 果然是个麻烦 还好我一直盯着你 松开 小偷袋子跟老子来这一趟 老二 你就认命吧 你确实不如你的模糊弟弟 那就该哪里安全到哪里去吧 就凭你们还想挡老子的喽 别动 好 左儿发 左儿 左儿发 这个狗子的勇良心啊 把老子绑在这儿自己跑了 你狗子的猫想着 拨狗子来了 你瞧瞧把老子干死了 老二 老二 后代是 狗子 这儿 mas 那儿 老子只好来找你了 我 可惡 来 找同志 小奶奶 慢点 你们这是给谁敬礼啊 给余杜 上级说了 苏许的每一个县 我们离开的时候 都要敬礼 小伙子 你是余杜人 老同志 你说 我还能见到我娘吗 怎么不冷 太冷了 你以为我们红军会输吗 不会 我们一定会回来 输的一定是薄狗子 你放心 用不了多少时间 说不定 说不定李娘一记道子还毛着完 我们就回来了 不定是薄狗子 这领培正在东边 很多刚才被打散的白狗子 都是往东边推散的 他如果非要往东走 这非死的白狗子手上不可 有事情 你这个落后分子 我告诉你啊 你儿子是整儿八经的红军战士 你打也不瞅他 再说了 你屋里不是还有个儿子吗 为什么非要带刘庚儿回去呢 我不管他是红军是薄军 革命还是不革命 我只知道他是我儿子 我就让他待在我的身边 不能离开我的眼睛 知道吧 你还有理了是不是 我告诉你 你儿子刘庚儿 是中国功龙红军 说走就走 说走就走 那是临阵脱逃 宰红军 他也是我儿子 红军就不让他当我儿子了 关你没事 要不这样吧 把他交给我吧 反正我也要去一趟领备阵 你们不是还要赶路吗 你们不用担心我 我是军团长下的命令 再危险也要去一趟 把他交给我 你们就放心吧 这 这行吗 老同志 有什么不行的 太行了 走 走吧 这行啊 想你想今 我还是要劝你 回去吧 我个儿子丢人喽 妈 我也劝你一切 我给我们这些当爹的人丢人 刘四仙 我怎么丢人了 老子告诉你 老子四个儿子 过过都是响当当的红军 老子做梦都能孝心 我哪里丢人喽 你也赔当爹 你知道你儿子的身是吗 你知道你儿子有多高 穿多大的鞋子吗 终之法 你他妈放着真净的日子不过 扶到了半辈子 你给你们家儿子起媳妇了吗 包绳子了吗 我给我们家老大起了媳妇 也包了绳子 你呢 够了 老子不允许你 污蔑老子的 污蔑思想 毛王 要开枪打我 来来来 老子不怕来 来来 好 好 老子就带你去领备镇 老子就给你打着个赌 看看你把你儿子 带不带得回来 老子跟你讲清楚 老子不是对李 老子是对李的儿子 我的同志刘根儿 有信心 至于李 老子连看李的眼睛都毛有 钟世发 你放弃 老弟没长看你的眼睛 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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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恭喜你爱刘四喜 李又要见到李儿子了 老子倒要看看 李把他带不带得回去 去 看不看这东西发 谁看这东西发了 对吗 来 老子看这 他这流通了 看这东西发了没有 没有没有 就这么东西发在哪里 老子 老子 来 看这东西发了吗 看这东西发了吗 看这话呀 哪个知道中医发在哪儿 知道柳根在哪儿啊 哪个知道中医发在哪儿 柳根呢 中医发 中医发在 崔师发上饭呢 什么 崔师发 崔师发在哪儿 前边左边 好 谢谢李啊 好 老妈 赶紧拿几个碗裤来 来了 来 吃几个碗放这儿了 爹 我看错 十里地 你怎么来了 我 你 我先你说正事 玉芒 你是长子 老大 我都不跟你绕丸子了 长话短说 军团首长下了命令 毛主席也带了话 非要给我留个后 非要我在你们地形当中 逮走一个 我先去找了老二 你是知道他 他最谋用吗 某一想到 个公司就把我绑在树上 自己跑了 我只好找你喽 你是老大 不管怎么讲 你得帮老子把这个任务 完成了 不然我交不了这个柴 爹 你 你让我想一想 你要想好久